外援官宣,鲁能节奏,下周一上午9点,北京时间7月14日零点,中朝联赛夏季转会窗口关闭,众所关注的山东鲁能泰山对外援引进仍没有官方消息,可连球迷和自媒体熬夜等官宣,鲁能官网已瘫痪,官微已沦陷,李在成,哈姆希克,杜杜在到罗杰格德斯,鲁能引员可谓掉足了球迷的胃口, 德国转会市场网站消息,罗杰格德斯已经从巴甲塔尔梅拉斯俱乐部转会山东鲁能泰山,并且效仿广州恒大引进塔利斯卡,保利尼奥的模式租近一年,附加强势购买垮项,以避免中国足协的调节费,这是目前最官方的消息了,更有甚者目睹罗杰格德斯出现在济南千佛山医院做体检,还有先对西赛名不平的, 这都无从谈起了,但鲁能官方不宣布,就一切皆为未知,鲁能不官宣也不无道理,还有做完体检,随同队伍到客场热身,最后还跑路了的斯尔梅子呢,鲁能也是吃一切长一致,不等到水落石出,板上钉钉绝不官宣, 还有就是鲁能一向稳健的节奏了,集团周五工作人员要早下班,周末双休,要更新官网和微博,要等到周一上午九点了, 一切一切,下周一件分晓